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新歌将至,网传今年是两首,摇滚与抒情齐了,很很期待。 王一博绝对是一个能够每年在跨年世界给到粉丝们惊喜的男人。 每一年,王一博的跨年晚会都会演唱一首自己的新歌,从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《五感》到2020年12月30日发布的《我的世界首则》,到2021年12月31日发布念,再到2022年12月31日发布像阳光那样。 王一博已经连续四年在跨年之时给大家带来自己的个人单区。 演唱新曲加上参加跨年晚会,王一博每年发布个人单区的日子总是那么固定,也总是那么令大家惊喜,并且王一博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音乐创作,他都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。 然而,今年似乎有些不一样了,据爆料,王一博今年将会在跨年之际推出两首新歌,这也让众多粉丝产生了期待。 据透露,王一博将分别在12月下旬和元旦节后推出这两首新歌。 与往年一样的是,他保持了每年跨年时发布新歌的传统,但不一样的是,这一次的王一博似乎还给粉丝带来了额外的惊喜。 据了解,其中一首新歌将呈现摇滚曲风,这也是王一博首次尝试这一音乐风格。 摇滚音乐以其激情四溢,动感十足的特点,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 王一博通过这首曲子,将向观众展示他音乐上的多元化和突破性。 另一首新歌则选用抒情曲风,这是王一博一直以来擅长的风格。 抒情曲风以其质朴,柔情和深情的表达方式,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深处。 王一博借助这首曲子,将会展现出他温柔细腻的音乐感受力和独特的情感表达。 对于这两首新歌的发布,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和兴奋。 因为王一博的歌曲往往能带给人们不同寻常的感受和意义,每一次发布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。 相信这次的双喜临门,也将再次让人们见识到王一博的音乐才华和创作魅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不仅在音乐上不断尝试和突破,如今的他可谓是影视歌三期艺人了,无论在哪个领域,大家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。 2019年1月17日上线的FIRE代表着炙热真诚的力量,3月13日上线Lucky代表着清新甜蜜与浪漫,无感诉说着王一博的真我内心,我的世界首则表达着王一博的坚持随心自在,念诉说着王一博的追梦同行温暖,像阳光那样表达着王一博的温暖与感动。 无论这次的新歌如何,相信王一博会以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,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。 做事认真负责的王一博,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,那就让我们期待着王一博跨年新区的相继发布吧,相信这两首曲子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中的又一亮点,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感受与体验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带给我们的新音乐感受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